哈嘍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 我們又再度回來我們的廁所防衛模擬器啦 哎呀 我們居然回來了 為什麼說居然呢 老頭呢 原本以為啊 拍這一部影片呢 啊 喜歡數不會這麼快達到達到一千 結果勒啊 短短不到一天的時間 馬上就破千了 非常的快啊 嚇到我了 所以呢 老頭呢 馬上來加開哦 然後老頭呢 啊 已經買了這個 神話的啊 攝影師啊 泰坦攝影師 跟我們的這個泰坦的喇叭 啊 各位有看見了沒有 啊 那通行證呢 老頭之後找個時間啊 找個時間 再全部把它給買完 啊 答應你們的事情啊 要做到啊 就會把它們全部買一買 這算是他的所有通行證的吧 把它全部買一買 大概也不過就一千R以內吧 還可以啦 那不貴不貴 哦 啊 原本呢 老頭其實是不打算買這兩隻的哦 哎 後來我發現呢 他居然打折了 他原本原價呢 你們去看第一集哦 他原本的價格是六七百R左右 啊 結果昨天呢 無聊再翻一下 哎 為什麼直接降到299了 啊 想說299也太便宜了吧 哎呀 一隻不到不到150 啊 你那個官方買的話呢 官方買R的話170塊台幣400R嘛 對不對 啊 這個不到150塊錢 哎 算了 買下來了 那麼呢 今天呢 這一集呢 老頭啊 就是要用這兩隻神話泰坦 啊 來打一下我們的關卡 哎給你們看一下這神話泰坦的這個能力啊 是如何 好不好 然後 之後應該也會更新新的泰坦啊 哎 目前我一早上就只有這兩隻而已 那如果之後呢 老頭有抽到多出來的神話 可能考慮也抽出去給各位吧 好不好 啊怎麼抽呢 啊 這個就要看老頭的影片 才會知道怎麼抽了 好不好 然後呢 昨天在玩的時候啊 啊 有一位觀眾呢 啊 他送我兩隻神話 啊 也不是神話 他送我兩隻傳奇 啊 送了這兩隻傳奇給我啊 啊 一隻是他給我的 一隻是他打算要拿來送給大家的 但是呢 要抽獎 那怎麼抽呢 一樣啊 也是把老頭的影片看完 就知道怎麼抽了 好不好 哦 其實也不全然是他送我了 因為我也有把幾隻這個死屍的 角色呢 跟他做交換哦 嘿 對啊 因為我覺得直接跟人家拿有點不太好意思啊 所以勒 老頭是有拿其他死屍的單位跟他做交換 這樣子 好啦 不多說了 我們現在直接開始齁 我們來打一個普通關卡好了 這個普通關卡呢 他裡面還有分三種難度 那我就挑普通難度好了 好 來給你們看一下這個泰坦 啊 他們長什麼樣子 OK 老頭呢弄一個敵人速度提高兩倍的模式哦 然後選這個困難啊 馬上就開始了啊 他們應該衝很快啊 我們就先 小心為妙 好 速度真的很快 我覺得我來不及的 Steam了 呵呵呵呵呵 哈囉才剛開局而已 我就來不及了 啊 早知道不要調兩倍了 啊 他調兩倍是他們移動速度變快啊 啊 這個跟整體的那個 單位整個時間的速度好像是不一樣的 我以為是跟之前那個塔房一樣 哎 對啊 我以為是跟之前的Skibi防禦一樣 你知道嗎 連我們的單位也會攻擊變快啊 結果並不是 是他們變快 啊 是他們變快啊 感覺有點 有點母湯哎 怎麼辦 根本就打不過去啊 算了 我們不要玩兩倍了 兩倍好可怕啊 呵呵呵 我們再重來一次好了 笑死 好啦 我們又回來了 這次老頭呢 還是來打一個簡單的好了 哎 我剛剛有嘗試打困難 打不贏 哈哈哈哈 啊 老頭比較菜 啊 不過這一集就只是給大家展示一下泰坦的威力 啊 就先不用去多 多 多去想要挑戰什麼了 好不好 哎 就先從普通開始 從簡單開始吧 好不好 這一波撐住 我就可以買我們的攝影師了吧 不過這太多隻500滴的吧 這個 蜘蛛馬桶人 呵呵呵 蜘蛛馬桶人來了 撐得住嗎 好像可以 完了 是不是要撐不住了 撐不住就升級吧 對 對 啊 結果還是必須得升級啊 不然沒辦法 沒關係 我們現在錢已經666了 啊 快要750了 各位 然後 應該會先把這隻生 升到最滿 啊 然後升到最滿 再搞這隻喇叭泰坦 再給大家看一下 啊 哦 已經超過了 是不是 來 直接放 那這個基本上呢 這邊待會就要靠升級的時候去增加範圍 啊這樣子比較不會 啊不會浪費他的範圍能力啊 有沒有看到 泰坦攝影師的攻擊 啊就激光這樣子 然後 他跟我們Skibi防禦差很多 哎 就是技能只有一種啊 哈哈哈哈 啊 這個 說實在的 跟Skibi防禦來比 差太多 但是呢 啊 怎麼講 不要太要求的話呢 其實這款也不算難玩 也不算不好玩 還可以接受了 就上渴這樣子 你看這個激光 0.3秒 範圍40 0.3秒打50滴 啊 一秒打多少呢 啊 一秒打 100 啊 535 嘛對不對 0.9秒就打150了 所以大概打160 170左右啊 趕緊給他升級哈 不然等一下打不打不到了 打不到就GG了 啊 有這個雷射就變強了 有沒有 超強 這一隻放這裡 啊 最起碼打得到 你看喇叭泰坦 啊 就發兩顆光球這樣子 然後他的攻擊初始呢 500滴啊 升到滿的話 我記得好像是3k的樣子吧 攻擊力蠻高的 但就是範圍是真的很 啊 這個範圍真的很窄啦 然後還是我們的這個 泰坦攝影師範圍比較廣 感覺比較好用一點 我是這麼覺得啦 啊 攻擊力高歸高 順發攻擊力高 我們是持續性傷害 一發一個有沒有 砰 砰 砰 不用擔心 那我們快要可以升級了 不過他這個升等級2呢 範圍 齁 一樣是45 可能要等級3才會變大 啊 應該是等級3吧 啊 打簡單真的挺輕鬆的 我先我現在也只能打簡單啊 對啊 而且我覺得這個這個遊戲啊 目前為止啊 如果你要打難度高的吼 好像沒辦法一個人過的樣子 你要打難度高 你必須要組隊 哎 不然你沒辦法復刻 不不能像那個什麼 之前的廁所塔房放那個工程師 幾乎基本上就是你呀 哎 這個好像沒辦法 2500的 嘿 升上去 現在 現在攻擊力呢 250滴啊 0.2秒250滴 哦 所以一秒是多少 一秒是1000 一秒是1000 沒有一秒是1250 一秒是1250 對吧 250嘛 所以250乘以25 1250滴 啊比我們這個還強了 不過這個升上去會比他還強 但是我覺得以費用來看的話 這個會比較省錢 哎 這個cp值我覺得不怎麼高 所以如果大家要先弄一隻神話泰坦的話 個人是覺得這一隻先入手會比較好 因為他打的遠 這一隻啊 啊打的近 然後傷害其實呢 跟這一隻呢啊差不多 所以呢我個人是覺得先用攝影師會比較好啊這個喇叭就看他哪時候要來一個buff吧 或者把他範圍稍微增大一點 你自己看他可以發雷射炮 可是他發雷射炮為什麼距離要這麼近呢 明明就是遠程攻擊 很奇怪哦 哎這個設計上感覺有點怪怪的 啊你明明手上拿著一把手槍 但是你只能近距離開槍 那我的一個概念 怪怪的這樣 哈哈 怪怪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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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怎麼覺得波數要結束了 哈哈哈哈 波數要結束了各位 我都還沒有升滿波數就要結束了 笑死 啊不過也只是給你們展示一下這兩隻泰坦 啊他的威力跟長什麼樣子哦 哎呀 然後你看升滿的話0.1秒 是500滴傷害 1秒5000傷害跟這一隻 啊 到後面升滿的話應該是1秒3k吧 哎 還是這隻比較強 而且他的單價又便宜 750而已 這一隻 要1000 cp值太低了 我覺得這隻cp值不夠 啊 啊然後我們現在第20波快要到來的哈 第20波到來之後呢 啊就結束了 啊我我之後應該會多嘗試看看我到底極限能在哪裡啊 因為我現在 我現在還沒有測出來我自己這樣的配置哦極限在哪裡 感覺好像到後面都還是需要依賴隊伍 一個人沒辦法打的樣子 一個一個人就是這樣子簡單的模式這樣子開下去 你要挑戰難度高的測試自己的極限就只能靠 啊比如說打困難那一種的啊你好像就真的是只能靠那個組隊啊 一個人打好像真的是有點困難 對啊感覺啦 你看到頭目出來了血才一萬五 哈哈 哈哈我連這個攝影機泰坦都沒升滿了嗎 啊敲殼杯 就這樣子打完了 沒了 好啦各位 這就是我們的兩隻神話泰坦哦 哎給大家參考一下啦 如果你們要買啊不用抽啦 直接花299啊就可以入手了 有沒有看到 這個最高傷害是3000 0.4秒 啊0.4秒3000傷害啊 其實這樣子整體來算的話呢 1秒 他的1秒傷害哦應該會來到 我看一下1秒傷害會來到多少 反正他0.8秒是6000 1秒大概可以打到6000左右 這個1秒大概打5000 其實我覺得啦 以距離來說他還是剩 以距離來說他還是剩 哎所以呢 這一隻啊 其實我覺得應該排第2 這個排第1 啊打得遠啊 才有機會嗎 不然那個敵人靠近再打來不及了 啊那個血有些都幾十萬的你知道嗎 好啦 那麼今天呢 老頭呢 結束之前要來抽個獎 好各位 抽什麼呢 就是抽這觀眾送的這一隻 好傳奇角色 啊 我們的我們 啊這一隻呢 要怎麼得到呢 啊 在影片下方留言 好不好 在影片下方留言 並留下你的這個 robot 遊戲 id 並且輸入關鍵字 啊 關鍵字是什麼呢 啊 關鍵字就是呢 老頭認為 哪一隻 啊 哪一隻 神話泰坦 比較好 啊 很簡單吧 因為神話泰坦有兩隻嘛 對不對 你隨便猜 搞不好也猜中一個 啊 不能說兩個都好哦 啊 一定要說一個啊 啊就是二選一啊 有認真看的人呢 應該都知道了啊 哪一隻神話泰坦 目前老頭認為是比較好的 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 讓我知道 好不好 這樣子呢 我們下一部影片就會直接來抽啊 抽出來給大家 那到時候抽到之後呢 啊 就是呢 直接加我好友啊 或是我直接加你好友也是可以等你接受我再聯絡你再直接把這個傳奇的這個角色交給你好不好 哦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哈 就是呢 喜歡數要突破一千以上 老頭才會開抽 啊 沒有突破一千以上的話呢 老頭是不會抽抽出這一隻 啊傳奇角色的 還有呢 在影片下方呢 按下喜歡哦 喜歡數突破一千以上 啊 老頭才會開始抽獎哦 哎 除了輸入關鍵字要正確之外呢 這部影片的喜歡也要達到一千以上 啊 這樣我們就會抽獎了 好不好 那一樣別忘記訂閱跟小鈴鐺開起來啊 就可以追蹤老頭最新影片通知 好不好 那我們下一集呢 我們的廁所防衛模擬器再見了 下集再見 拜拜